再过一个月就是中秋节了 尽管今年节日是在9月17号星期二 但是民众只要请假一天就有四天的廉价 因此从9月13号到9月18号 台中高铁站加开了136班次 而台铁将会加开行经台中段 共28班次列车输运 那么双铁的车票将会在8月16号凌晨的零点开卖 平日高铁人炒络一不觉 到假日更是挤满乘客 而再过一个月就是中秋节了 许多民众有返乡或除有计划 因此高铁从9月13号到9月18号 规划为期六天的假期输运 中秋输运假期这段时间 可能北上搭乘自由座的旅客的需求也特别高 所以高铁也特别在部分的一个尖峰时段 也会扩大一个自由座的一个运能 那当然还是特别提醒旅客 如果抵达台中站的时候 如果发现搭乘自由座的旅客非常多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多加使用开启手机的蓝牙 然后使用台湾高铁的T-Express来进行预购 尽管今年中秋节为9月17号星期二 为行程连续假期 但考量部分民众自行安排假期 请一天假放四天 高铁加开136班次列车 南下54班北上82班 总计六天提供1082班次 布局高铁台铁也规划加开经过台中区段28班次列车 让旅客顺利乘车返乡团圆 欢度佳节 台铁这边它有加开加班车 那跟台中这边相关的大约有28个列次 那它订票的时间是从8月16的零时起 零点 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还有台铁的APP一定通 还有语音订票都可以订 双铁车票将在8月16号零点开卖 民众可以利用官方网站 或是手机APP购票 方便又快速